基督教信仰是一场拉扯, 真希望当初信主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这一点, 我会有比较充分的准备。 这是一场拉扯, 因为有一股势力要拉你回头, 另一股势力要拉你向前, 你夹在这两股势力的中间, 唯有靠着上帝的恩典才能向前走, 而不被拉回去。 这两股势力,一个是肉体, 另一个是圣灵。 我们从罗马书第六到第八章, 会读到肉体和圣灵之间的拉扯。 圣灵要拉你向前, 但肉体要拉你回头。 肉体和圣灵各自用不同的方式拉着你。 肉体就是我们的老我。 问题出在你成为基督徒以后不会立刻上天堂。 你必须继续住在一个可悲罪恶的世界中, 一个败坏的世界, 而且你的肉体仍属于那个世界。 所以, 你肉体的感官仍然可以拉你回头, 回到你原来的世界。 你的五种感官会是试探的温床, 要引诱你回头而不是往前走。 你的视觉, 你的听觉, 你的嗅觉, 你的触觉。 我忘了第五种是什么。 反正你肉体的五种感官会是试探你的温床, 要拉你回头。 比方说眼目的情欲, 你眼睛所见的, 有可能叫你回头, 拉你后退。 所以, 一边是圣灵在拉我们前进, 一边是肉体在拉我们后退。 肉体这个词有重要的含义, 你的肉体仍然是旧世界的一部分。 旧习惯在你信主以后仍然存在, 必须要克服才行。 你如今不再是里面在打内战, 而是夹在这两股势力中间活着。 这是一场拉扯, 你在当中要攻克己身。 所以圣经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说, 要竭力追求圣洁,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。